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样 当然股票一定有所谓比较偏重跟偏轻的 什么样的股票可以重压 什么样的股票就是有买就好了 这当然有一个分寸上的拿捏 那不表示说有些股票比较不偏重的 我们就把它放弃掉 像台联中股票就是一样 它虽然不是爆发力很强 但是你看从去年12月23日公开分享 到今天你看今天创下波段的新高 不是很飙啦 很稳 去年12月23日分享 你看是不是刚才在最低点 这个就是我的重点 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要跟你探讨 台联会涨到哪里去 我今天是要来告诉大家 恭喜周老师 你又精准的命中一挡在最低点的股票 这绝非不是偶然 巨油是不是买在最低点 没错吧 资源是不是买在最低点 没错吧 光照是不是买在最低点 几乎啊 你看现在爱普还那么强 我们也是从最低点开始做上来的 所以今天呢 当然啦 就说也许你觉得买在低点 没有什么了不起 重点是股票会涨 但是投资朋友你要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他其实 就是犯了一些很大的毛病 就是说他一定要等到股票 确定涨他才要买 可是通常等到你确定股票会涨 那去买的时候 通常那个股票都已经在一个 相对的高档 当然后面再涨再追 那当然无所谓啊 但是你有没有去想过 比如说今天 赵老师你这个台零之前有讲过 我这很多人有买啊 因为台零我们是节目上公开分享的 12月23号我们知道嘛 那天是星期五 这个我没有分享在粉丝专业 但是我是直接在节目上公开分享的 我那时候就点得很清楚 我说很多股票它打回到年限 本来就一个比较中长期的 布局的角度来看的话 本来就是个买点啊 记不记得我去年9月份 我押了那一档股票叫什么 省准 去年9月 有没有看到 我那时候就是拿台零哥省准 给大家做比较啦 是不是打回到年限 就是个绝佳的买点 我省准是买在基础最低点啊 同理可证嘛 大家不觉得这张股票的相似度非常非常的高吗 从结构的形态来看的话 你看省准前面这一段它其实长得没有很强 是后面这一段才喷出大肠 为什么 因为MACD二次金叉嘛 不懂的话 来来来 不懂所谓二次金叉概念的话 这个时候就真的要好好的推销一下 来 宏哥小教师 在一个价值百万的奥秘里面 我跟他聊的就是有关于 二次金叉它的重要性 有兴趣去看一下宏哥小教师 记得分享订阅 还有要打开小铃铛喔 好 那当然我今天不是要跟他推销台领 今天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从台领的大涨进来的工涨庭 再一次证明 我的方法对不对 宏哥小教师的方法会不会赚钱 我们不要说一定 党党股票是什么买在最低嘛 卖在最高嘛 那至少用我的方法 选到的股票是不是都不错 你看信宏今天也不错 对不对 用我的方法嘛 今天光照比较差一点点 无所谓啦 反正已经赚了两成了嘛 目前已经获利有两成了嘛 死盈保态啊继续加码 我们今天持续买进哦 今天持续的加码 目标绝对不是看到你今天这个价格 目标就是突破前面的高点 我盘中的节目 我只能点到为止啊 信者很信啊 我只能这么讲啊 就像当初我讲说可以重压 具有科技的时候 也才八十几块 你信吗 你不信吗 等到涨到一百八一百九的时候 我跟你讲大家相信的时候 你看 你成本一张都输我十万了呢 我们买到八九十块啊 你买到八八九你想嘛 光成本你都输我十万啊 也许你觉得说周老师无所谓 反正我买一百八一百九还是有赚啊 因为这个具有最高功能来买三十五 对啦 是没错啦 但是你们去想过 如果你今天 能够跟着周老师在八九十块这边 买具有 一张可以大赚他的二十几万 不是更开心吗 对不 相对的嘛 没有人钱嫌多的嘛 每个人都巴不得在股票市场里面 发家支付不是吗 不然你在股票市场里面要干嘛 给教育所打工吗 给财政部打工吗 尽量多短线交易 快点 国家的税收就靠你们做短线了 你们都不交易 我跟你讲税收不够 对对对 那谁就没办法发六千块啊 大家知道我们这次能够发这六千块 就是因为证交税超额嘛 只是他们都不点破而已嘛 那你们想过多少人股票去年 亏了一屁股啊 这六千块我们说到拍天 只是在填补去年股票大亏的部分而已啊 这叫真的还税愚民吗 对于没有做股票的人来讲 这六千块是减到的 对于有做股票的人来讲 这六千块 唉 能干嘛 但是讲得好听 叫做还税愚民嘛 对啊 所以你要知道证交税 在每年的财政税收里面来讲 占的比重非常的重要 我说一句阿伯啦 我们的政府也进不起股票市场不好啊 当股票市场交易开始变差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证交税收入都变差的时候 很多财政支出它是没办法去平衡的啊 可是真正做股票能赚到钱的有多少呢 既然这个税我们避不了嘛 对吧 你每次交交易买卖 这票变不了 即使你说阿伯斯我当初我只要缴千分之一 那也是钱啊 你每天千分之一一年下来多少个千分之一啊 对吧 所以我们根本溯源啊 我讲真的啦 如果股票是做股票会赚钱 也没有差那千分之一去报销国家了啦 我说了到底吗 我一支股票可以贪一杯 我怎么差那千分之一啊 给你啦 都会做公顶嘛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正视在股票市场里面 什么才是真正会赚钱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我不断在节目上给大家验证了 台零又是最好的例子啊 我很少提嘛 但是去年的时候没有聊过一阵子 我看很多人有买 为什么台零这么多人买 因为它股价低啊 你看那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才几块 二十七八块而已啊 好啦那你虽一点买到三十块也不会吃很亏 也不会吃什么大亏嘛 你自己看一下今天台零多少了 对吧 就总共你买三十块你也不够了解啦 请问一下我在节目中分享的股票哪一档亏的 赚多赚少而已嘛 赚的多的像具有大赚两倍 赚的少的好啦 像信宏没什么赚 我一样给你写出来啊 干不差 我跟他讲 今天上节目不是在比较谁赚的多 谁赚的少 而是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究竟认同什么样才是真正可以让你赚钱的方法嘛 这还是重点 我们常看很多电视广告啊 像前一阵子那个机车广告特别多的时候 哇 两名这 两名黑 两名黑 为什么这些做摩托车的要做机车的要打广告 他希望透过这个广告让你更快速的让你知道说 你看我的车多炫 虽然一台要十几万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会跑 还随人的引擎 哇 十几万 好贵喔 然后呢 别台又开始出现了 物美价廉的 省油之王 每台不到五万 哎呦 那台虽然外形很漂亮 但是那十几万 这些 号称省油之王 只要五万块 嗯 有的人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向去看那五万块的嘛 我讲那么道理 口袋深的可能看十几万他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不好意思 十几万的不一定省油 就每个人的这个取向差不多嘛 可是为什么我问大家好了 要打广告 就是透过广告让你能够更快速的了解 这个产品的特色跟属性嘛 我相信大家应该发现到什么Fu Panda Uber Eats 那公公拍得实在不赚不赚 感觉好像广告费都不用钱了 广告无上限 打完Uber Eats再打Fu Panda 绿的打完打粉红的 感觉像叫外卖都超好赚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们一直打 其实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 会叫外卖就会叫外卖 像我从来都不叫的 我在上海待那么多年 我告诉大家我没有叫过一次外卖 外面天寒地洞 自己煮啊 干嘛一定要叫外卖 不是叫不起大家懂吧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外卖 每次送到家里来 哇 那汤都流出来你知道吗 你懂我意思吗 我光处理那个溢出来了我跟你讲 我就觉得很烦 我就觉得很烦 所以我基本上都不叫 我不像其他有的老师 我跟我同住那个老师 几乎餐餐三餐叫外卖 我就自己煮了 吃好吃不好哪哪有差 大家懂得我意思吧 我不是说瞧不起那些送外卖的不是 而是每次送来都太厉害 我就真的 还不能用纸袋装 纸袋装了我跟你讲一定破 在大陆是没有都是用塑胶袋的 反正总而言之 我只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所谓的一个操作取向 包括我也是啊 就像我一直跟他强调的嘛 今天我们做股票 我们不要说做到百分之百一定都会赢 我们不要说每次股票一定做到滋滋涨停板 但是你要有一个脉络 你要有个依循 什么叫脉络 什么叫依循 就是说这个方法你觉得是对的 你就把它坚持下去 而且它持之以恨 你才能够成为 你才能够享受最终的获利嘛 最终的胜利嘛 所以你看喔 我在节目上 不断地是跟他强调 今天 其实注股票就是 不外乎这几个面嘛 技术面 基本面 筹码面 消息面 感觉起来好像我在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嘛 但是运用的方法不一样 比如说从技术面如果去判趋势 我这么讲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台影间 店长停板当然很开心啊 哇 老师你很准耶 很厉害 你怎么可以 你这些就要跟我们剥 你怎么可以 诶 工后一点不管 对吧 用技术面判趋势 我怎么知道 打不到年仙可以买 经验法则 要相信自己的所学啊 你要相信你今天所学的 你累积这么二三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告诉你啊 考虑就对了啊 就这么简单啊 我不能跟你承诺 台影会涨到哪里去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里绝对是买点 不然我为什么在去年 12月23号这边 你看公开分享 我哪时候杂志也讲啊 哪个老师敢像我这样赌行情的 很多老师都是上节目 开始把涨天成板的股票拿出来表演嘛 有哪个老师敢像我这样子的 在一档股票还没有起涨之前就告诉你的 什么叫事先预告事后验证 你看我们具有不就是如此吗 对不对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具有科技有多好 这个就不是要放马后炮了啦 这叫骗啦 大家懂吗 这就是骗啦 你看过年前具有科技我告诉大家 这是大年初三我贴出来的 在粉丝团上面贴出来的 但是呢在封关之前我就告诉大家 你看这是112年1月13号我截的图喔 我截图的那一天 具有科技还是收黑的还是跌的喔 那一天最低杀到80.6 后来的具有科技跌到79.4的左右 谁敢在一档股票在跌的过程中告诉你 这支股票要重压 全市场大概只有走这个笨蛋而已啊 你知道吗 他说我在 我在公开讲具有科技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是抱着质疑的心啊 那为什么 当具有科技涨上来之后 每个人都佩服了我 那个五体投地 为什么 等到股票真的涨了 全市场就去追捧他的好 那个时候 我们只是坐在轿上让人家抬嘛 那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在享受人家帮你抬轿的过程之中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上轿呢 就像我讲的嘛 有些股票为什么我公开 我不瞒大家讲 公开出来最好 就让市场来帮我们拉 那市场帮我们捧 那些 让那些号称有人气的老师在帮忙拉股票 具有就是最好的例子 本来点多涨到200了 没想到涨到235 今天我给他3万块 合了而不为 最好拉得越高越好 跟他拼了 想说他我四百最好 就像当初很多人在喊 常常看400一样 最好啦 对不对 不管有没有到400嘛 看那股票涨心情就是好 当然我不是说具有他会上400 很多股票要大涨 他要很十足的本钱 他要帮忙大涨 以他去年的获利 要支撑他三四百块的股价 我觉得不太容易 本益比太高了 整百倍的本益比 市场能认同一两百倍的本益比 这是台湾耶 这里不是美国耶 所以很多股票 为什么当乖离过大的时候要修正 所谓的乖离过大 他修正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技术面的修正 一个就是叫本益比的修正 以这种像具有这种标股来讲的话 他除了技术面修正之外 我告诉你他本益比也要修正 所以接下来就看他今年 一个预估的获利 能不能支撑他的股价 如果法人认同 大户认同他的获利 可以支撑他目前的股价的话 我告诉大家 具有科技一定还没涨完 我点到为止 我点到为止 但是不可否认的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我相信我们把时间 Buck到2月1号那一天 当你看到我82块82块半 那百姓具有科技的时候 你现在回头看 你都有竖起大拇指 胜利厚 别忘记喔 2月初的时候 具有科技还没涨喔 还没喔 但是呢我们就领先卡位了 而且过年前我就点名 记忆高票过年了 我一定会重要的股票 压了对不对 我相信投资朋友的眼睛是雪亮的啦 好啦我们先进广告 等一下回来一下大盘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斗铺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好 时间有限 给大家借点大盘好不好 好 那目前整个大盘呢 延续昨天美股的涨势 昨天美股是大涨300多点 所以今天目前来讲 是一个开高震荡走高的格局 昨天的量有点比较少 昨天我也跟大家提到了 昨天的量1901亿 我个人看法是可以再少一点 那今天目前大盘在反弹的过程之中 遭遇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遭遇到这两条线的反制 有没有看到 我特别放大给大家看 有看到没有 这条红色的跟这条绿色的 这两条线一条是12 一条是26 那有的人喜欢用20 那如果用20 应该也是点到的 也是点到的 所以呢 我可以大概判断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如果要过这两个压力的话 光靠2000多亿的量是不太够的 好 这是第一个假设 假设无量突破咧 如果他真的用2300亿突破的话呢 好 那么比较有可能会出现 所有的假突破 再拿回 因为大家知道啊 一般来讲突破的压力 一定要带量 如果不补量 或者是量太大的话 其实都很容易造成筹码的混乱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 即使能够突破 这里也比较品向有点假突破 的一个倾向 所以呢 不是说不能追啦 我的建议啦 可能用比较短线的思维 我觉得是可以的啦 我先做第一个假设 就是他突破了 那突破的话呢 我会建议啦 就是大概在前面 可以二分之一的物质点 可以略做减码 可以略做减码 好 那第二个假设就是说 周老师你猜错了 你分析错了 他直接攻过去了 直接上一万六了 好啦 如果真的走这个格局 也不错啦 我讲真的 最好啊 皆大欢喜啊 买到一半的死啊 那种的 对不 也不错啊 问题是我认为的 几率不大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问题就在这里 GPG我终于跟他提到 蝙蝠侠大战孙悟空 我们都知道嘛 孙悟空他最擅长的是什么 七十二变 猴子嘛 小小一只嘛 所以东奔西跳的 没好鸟 可是蝙蝠侠就不一样 蝙蝠侠真实的身份是谁 高登市的首富啊 最好鸟的那个人 就是因为有钱喔 才有能力去搞蝙蝠装 蝙蝠车啦 没有钱还玩不起 就像钢铁人一样 富可敌国啊 他没点头 行情要大涨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行情喔 就是孙悟空的行情 你看光要二十三块 星际二十二块 会有十四块 大家没有发现到 目前我看喔 大概过一百块的这个贝利吧 其他的你看这个什么 安泰克十九块 雅迪欧十七 有没有啦 山商店十四 无敌十一块 连宇六十一 大家懂我意思了吧 请问蝙蝠侠动了没 蝙蝠侠在休息 你看创意 翔碩 普瑞 都黑的啦 都黑的啦 都黑色的啦 真的会长的你看 红色的 小型股 大家都回事了吧 所以你说这边 大盘要直接来个大V转 直接给你越过一万六 难啦 纵使你孙悟空能够一跃 十万八千里 也逃不出如来福的五指山 把你卡住 你能飞到哪里去 所以我昨天跟他提到 你们要做这种 比较偏小型的股票 比较偏投机的 我不是说不好 但是记得 这肯定不能拿来中压的 真正能够中压的股票 还是要压比较实质面的股票 就比如说我在节目上 一直跟他提到的 我们要复制具有科技 具有科技 我们也跟他讲过了 对不对 台积电的概念股 你听到台积电的概念股 你会觉得它是投机股吗 你听到台积电的概念股 你会觉得说 老师你讲的是不是 什么光药星际这些 绝对不是的嘛 有实质的获利 有好的基本面 才有办法走出一个大格局 看一下具有 不就最好的例子 看一下爱普 不就最好的例子 股票能够大涨一两倍 都是要有基本面做支撑的 少了基本面的支撑 纵使它短线很强 但是能强多久 给他做个提醒 承识地邀请你 跟上周老师的脚步 我们具有科技呢 第二 已经目前小有获利了 还在持续获利中 就等着你跟上周老师的脚步喔 节目最后一时说的 投资表呢 差不多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